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 是不是还有拍照 对 你说钥匙 在你那儿吗 我没拿 在你兜里吧 好 找着了 大学基本上被游戏占据 四年一眨眼就过去了 现在回到家话变少了 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 我三十岁了 房价 物价 家里还有老人 对吧 这四年最骄傲的就是 游戏胜率高 其他什么都不会 花在客户身上的时间 是花在我自己身上的五倍 没办法 每天都要陪客户应酬 太忙了吧 我每次想约他出去 都要提前问一下 我说 你这周末有没有档期 然后他就会回复我说 让我看一下 我中午加不加班 还得妥简历 原来总觉得小工作嘛 很简单 没什么回信 其实公司啊 客户啊都挺认可我的 但是 我并不开心 本科文凭好像也没什么价值 差的有点多 我特别想开一家骨灼店 没这个勇气 就 他也不像原来 那么积极地去哄我了 我是不想再让他跟我飘着了 父母说 实在不行就回来吧 但是我又不甘心 压力一下子就来了 现在天天掉头发 没消耗未来 我 压力很大 我很累 对 同一次化妆没镜子 你觉得我这样好看吗 好 好 以后回来北京吗 没有 你记得你上次公报是什么时候吗 五天前 今天就不算了吧 没什么不计算不想做呢 从头开始 可以吗 这造型好适合我 你看你把头发梳起来这点精神多了 以后都这么说吧 行吗 就是有点麻烦 那行吧 不麻烦 回来我教你 那你帮我舒服 可以 放在我身上 看看 这边是什么呀 好丧啊这个 好丧啊 很帅 想跟他重新开始谈恋爱了 我其实很久没有这么认真看过他了 你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变过 我想起了 决定要来北京使用的自己 从头开始 努力尝试一次 我现在就想把工作辞了 老板可能会疯掉吧 勇敢一次 不后悔